男子一觉醒来躺在一片辽阔的草地上 方圆极里只有一间名为不动产的房子 男子进屋后却被问到来世转世想要什么后行 男子懵了原来他已经死了 今天喵妹就给大家讲述这个前世决定今生的电影 来世不动产 男子是怎样确实的呢 已经躺在冰床上几个月的边墓 此时此刻执行完窗外的传名声 大概是因为夏日里最能展现生命力的就是他了吧 妻子过来给他送饭 一连说几句话他都没听清 一直盯着树上的馋看 妻子一脑虎就把窗户关了 紧接着边墓就从草地上爬了起来 他一脸疑惑的来到不动产房屋 工作人员小郑问他来世想学什么户型 来世我一直死了吗 小郑继续解释说 所谓户型其实就是来世你的灵魂载体 边墓看着墙上贴着各种动物的信息 又想起金翁时飞出的那只鸡 心灵自揣测来世只能做动物了吗 小郑继续介绍规则 来世当人类还是当动物 该根据前世的德行总分来评判 做什么样的人或者什么样的动物 也要参考德行分 编目赶紧输入自己的性命和出生日期 发现生前所做的好事坏事 大事小事这里都有记载 他一生洗过31394脸 乱扔过358次垃圾 他从675次踩到蚂蚁 而且蚂蚁张主的怨气很大 这一项可能会减去更多一点的德行分 还有19次在便利店门口拿旧伞换新伞 当然也有扇形的记录 他曾9次帮助被欺负的孩子 这是个加分项 编目回忆起自己小时候 曾多次帮助过被欺负的邻家女孩 但是生前的恶行 却每一个是记得这么清楚的 他连忙问自己的总分 小镇合算了一下 发现编目来世不够格当人了 只能选择好点的动物当灵魂的载体了 小镇向他推荐了土佐犬 但编目说自己不喜欢争斗 还是选择优贤且长射的比较好 本来以为会是乌龟 结果小镇给他推荐了能活160年的象巴蹦 但编目还是觉得太没意思了 整天躺在沙滩里 小镇想到悠闲又有意思的 那就是院子里的奶牛了 两人到院子里看牛 编目看完后又表示不想被挤奶 于是两人又回到屋里 编目指了只墙上贴的大熊猫 但是小镇说 想当大熊猫比想当人怒难 那那别换想了 于是两人又来到海边 吹起了小龙虾 但小龙虾虽然美味 但是被吃掉就不好玩了 编目说自己回去再选选 编目说希望自己来世 不要过被圈养的生活 但是自由的户型有什么呢 小镇发了发一记看到了蝉 蝉虽然要在地下活七年 才能在地上快活的活一周 但是这一周是足够幸福的 比人类任何一种快乐 都要多百倍 夏日里的蝉名声 并不是因为他热 而是他在表达自己的快乐 他可以尽其释放自己的内心 最重要的是 这一轮回才七年 你可以体验一下 再选择其他户型 编目在确数下同意了 签订合同后 就已是待在土里 终于七年过去 他终于可以释放快乐了 他看过各种美丽的景色 感觉成为蝉 穿得太美好了 最后他趴在树上 进行鸣叫着 突然看到屋里的病床上 躺着一位老人 他开始对老人说 作为蝉的各种好处 并邀请他下辈子投胎 一定要做蝉 不耐烦的妻子 再次将窗户关上 影片到这就结束了 多多做好事吧 为了今生 也为了来世 我又能用上呢 影片来自奇妙物语系列影片 来世不动产 推荐观看哟 今天的分享